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五蕴是痛苦的根本 所以我们叫做苦中作乐 本来进入简洁以后 这个五蕴就充满了烦恼罪业 以佛法的意思 其实是少用五蕴 多用一念心性 尤其少用这个感受跟想象 你要脱根 脱沉 脱实 就是离象 其实离的就是五蕴 按照佛法的意思 这个五蕴就是地雷 就是五颗地雷 你少碰为妙 所以一个人要往生 到晚年的时候 你的感受要淡薄 你的妄想要减少 就是说 你五蕴活动越赤胜 你的业力就越重 这是个指标 所以这个五蕴对凡复来说不是好事 但是我们对五蕴不了解 不知道是重苦之本 更严重的是 我们不知道火 这个火就是攀人心 我们要去挑动五蕴 让这个五蕴的活动更吃剩 我们不知道 这个五蕴 一旦起火以后是会破坏扇根的 当五蕴起火以后 那叫一个诗 就产生了一种堕落三恶道的过失 所以 第一个 我们不知道五蕴里面有地雷 第二个 我们用火去触动它 用攀人心去触动它 把地雷变成火 最后退尸扇根 堕落三土 麦芦 5-2-2-set 和我们上 WILL是找开的 1-2-0-2-0-2-5-3-4-3-8-4-3-3-4-3-4-6-4-4-4-5-5-8-2-4-5-5-5-6-h-V-4-6-5-6-4-5-5-6-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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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4-4-5-6-6-6-4-5-5-7-7-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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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7-7-8-6-7-6-7-7-8-7-8-8-7-7-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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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tail